奶奶關心國道3號兩天內發生三起大型車禍事故 第一起發生在昨天深夜南向大溪交流道出口紮道 一輛大貨車撞擊內側護欄後翻覆駕駛送醫後死亡 第二起發生在今天早上南向通宵路段 一輛砂石車駕駛撞擊停在路間準備脫舊的大貨車及脫掉車 造成大貨車脫掉車駕駛死亡 第三起同樣在今早北向河美路段一輛大貨車追撞小客車 在擠壓前方全連接車的後車尾 被擠壓的小客車駕駛死亡 一連發生三起嚴重事故 共計四人死亡一人受傷 警方決定要利用高架橋制高點 在車子行進間路營採證 但一聽警方說法 國道警察現以利用高架橋制高點及行進間路營方式 針對未保持安全距離 任意變換車道 使用手機及其他電子產品等違規進行舉發 呼籲用路人開車應遵守交通規則 隨時注意前方動態 國道公路警方分析 許多駕駛因長途行駛 喝水撿東西或看手機 和前方車輛跟太近 等到要閃避時已經來不及 提醒民眾行駛時 切勿分析因隨時注意車前狀況 避免亮出意外